人大老师哪些星座的人 很有生意头脑 对 赶快来看一看 在这个时代 有生意头脑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水星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你自己的太阳水星跟上升 如果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好 我们说呢 我们是一个这个脑筋灵活 而且充满创意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你去观察身边的一些 双子座的朋友 他们其实脑筋动得 非常的快 而且你说做生意这种特质的话 生意大家都做 比如说咖啡厅大家都开 对不对 可是你要找出自己 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时候双子座 就会发挥这种观察力 去找到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我们举例来说 最近吧 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家不方便出国 那双子座的人 如果开咖啡厅 他就会想啦 大家既然不能出国 我就把国外的这种感觉 带到我们的咖啡厅来好了 所以他有可能什么 自己开个咖啡厅 但是呢 不仅他就分区 这个某个区块呢 可能布置成香港的港式风情 然后你在我们店里 可以点这种香港的鸳鸯咖啡 你可以坐在这里 就有这种到香港的感觉 另外一区呢 我把它布置成法国的风情 你点一杯这种咖啡 你好像在这种巴黎的街道一样 那这种慢慢你的差异性 跟隔壁的咖啡厅就做出来了 那他们说 那可是如果很多人觉得 我们生意不错 开始模仿的话呢 双子座也不担心 他觉得我随时可以 有新的点子出来 不怕别人抄袭 第二名呢 我们说这种特质是 有处女座的朋友 资金往来呢 条理分明 两位来宾也没有 也没有 没有 我们来看 处女座的特质是怎么样 像我们讲开店好了 很多人会说 哎呀我朋友非常的多 我交际广阔 我开个店绝对不怕没生意 大家轮流来捧场 我一定生意兴隆 很多人就是拜在这里 朋友来一定要打个折 或者是明明点了 这个两百块的餐点 我就送上五百块的 这个餐的份量 吃着吃着 朋友越多倒得越快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都是这样子 而且你真的要算清楚 他们会不好意思 但处女座 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了 他们自己那种头脑 特别是关于金钱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的清晰清楚的 该算的账 我们就好好的算清楚 那如果自己开公司好了 他们也是那种 什么进账多少钱啦 出货啦 囤货多少的 他们自己都会盘算清楚 也不怕别人来 这个从中作祟 所以这种商业头脑 是还蛮不错的 第一名呢 我们就说是这个 摩羯座的朋友 因为深思熟虑 而且能够这个看见大局 我刚看了一下美方姐 上身摩羯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们先来说 像双子座 处女座 我们这是比较急 如果说相对是做一个小生意的话 摩羯座 他们其实企图心是要做大事业 比如说他们的一种 这种做生意的出发点是 我们要做规模就看得很大 做得很 就是看得很远 做得很大 这样的一个特质 然后摩羯座的人 通常他们很耐得住性质 你知道因为有时候 你说有商业头脑 但是你需要一点铺陈的时间 对不对 不是说我今天开了店 我明天或是我下个月就能够赚钱 但摩羯座 他们往往我在展店之前 我就会规划好 我几年之内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收入 我几年之后我可以回本 然后就慢慢去铺陈 而且会耐得住性质 去等待这样的一个开花结果 可是你看像美方姐 因为上升摩羯 其实有这种特质的 但是我有观察到 你的太阳是在牡羊座 然后你的水星是在双鱼座 所以简单的说 美方姐虽然有这种生意头脑 但是一个小盲点就是 你太重朋友 大盲点 心肠太软耳朵软 心肠软 只要朋友给你一哭诉 或者是这种态度一放软 美方姐就马上掏钱了 就是你如果做生意的话 其实真的常常 尤其特别是合伙的话 通常会出问题 就是出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可能就留意一下 那我看一下迪美姐的心盘 你看到迪美姐 有够烂的心盘 太阳巨蟹 没有 你这个人还蛮好相处 你这个盘跟郭静淳 好像是 有点类似 蛮类似的 对 很温暖的一个人 温暖的人死得更早 死的姿势又要排一下 看美不美 一定会死的美的 因为你看迪美姐 太阳巨蟹上升天平 对不对 水星也在巨蟹 所以像迪美姐 如果我们讲投资 或者是一些做生意的话 她的一个盲点就在于说 你有时候会想得比较保守 想得比较多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 明明很多机会来到面前 可是你会错失良极 就是她很需要 比方说可能真的有一个 头脑清楚的朋友 在旁边推一把 对 不能乱推哦 不能随便乱选朋友 可是要选那种头脑很清楚 分析到位 然后推她一把 她就比较会有心动力了 对 提供给大家参考